我年轻的时候呢 就是老听那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有这么一句啊 他说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到工作 那么过去就是这样 这个事情啊 都不能你去做事啊 不能所有的事都随你的心愿 天下的事人都哄着你是不可能的 你跟一个你特烦的人要去工作 那叫本事 我有一朋友 那朋友牛 当年在美国 是我们所有朋友里第一个拿最高薪的 当时那个银行的董事长就跟他说 说你跟那谁谁谁能一块工作吗 他上去就说能啊 说你跟那人 这个能相处吗 所有人都跟他不能相处啊 他说能相处啊 他不就是工作吗 工作以外我都不相处 但我工作能够进行啊 好 这个董事长就把银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交给他 拿了巨高的年薪 当时是所有中国人啊 中年薪最高的 他的前几任都是表明不能跟那人工作 啊 说那人太讨厌了 我就宁肯丢了工作也不跟他工作 那为什么董事长要把那个人留下呢 就是大家所有人都讨厌的人要留下 那就这人肯定有过人之处 职场有很多规矩啊 你比如我们讲这规矩啊 新员工啊 一来最忌讳的一个事就是瞎打听 很多人一到一新单位 没没一两天跟这个打听张三 跟那个打听李四 问问领导 说领导 哎呦我今儿看有一女的挺漂亮 找那领导啥事呢 跟领导什么关系啊 这种人最讨厌啊 不能瞎打听 你该知道的 你慢慢就会知道 你不该知道的 你打听出来就是你的后患 但是老员工呢 老员工特别愿意啊 就有这么一路子人啊 特别愿意跟新员工去说八卦 一来新员工一说 呦你新来的吧 师范的公主说 哎你看那人那么扬 你别看那人那么正经 都假正经 怎么怎么怎么 这种人最讨厌 有人跟你故意说八卦啊 或者有人特别愿意跟你说这说那 这人都得小心 这种人将来也会把你的事说出去 我当年去出版社的时候啊 二十几岁 我去的时候 呃是 刚改革开放 这个所有的大学生啊 七七七八两级大学生呢 都在校读书 我去出版社的时候呢 所有的编辑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 都大我十多岁 最小的大我十多岁啊 那我那时候大十多岁 看着就是叔叔辈的 全出版社年龄我最小 四百号的人啊 那时候我当然我不去打听八卦 那时候也没啥八卦啊 也不去巴结说谁能升迁 谁巴结领导 这些事都跟我没关 那么你跟所有人的相处 在你不能判定这个人的品质的时候 你关系一进了肯定就出事啊 所以关系不能过近 也不能呢 不合群说你来了啊 你觉得我这人特孤傲 什么人都看不上 我跟谁谁谁都不合群 那也不成 那你立刻就被人孤立 所以我就觉得啊 今天的人跟我们过去都一样 这个职场不同的阶段 要有不同的这个这个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阶段 就是每个人刚刚走入生活 出入职场的时候呢 就一个事 我先告诉你啊 你去了以后 你肯定是在这单位最下面这一层嘛 我博管就有一个人啊 现在都是副馆长了 二十年前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不能承受委屈呢 就不成熟 就不成熟 就不能成长 他说当时他不能理解我说这话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 他特别能够理解这句话 就是一个人要能承受委屈才能成长 其实你说我凭什么呀 我上这单位 我爹妈都不给我委屈 我凭什么到这单位来受委屈 我先告诉你啊 这委屈就两种 一种是真委屈 一种根本就是假委屈 什么叫假委屈呢 就是你觉得你受了委屈 别人不这么觉得 领导也不这么觉得 同事也不这么觉得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受了委屈 你比如说啊 我知道的一个 一个事啊 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吧 公司大 公司大 老板严格 八点钟准时开会 他迟到三十秒 人都从电梯里冲出来了 直接奔会议室 领导说现在开会 他这时候邦当一推门进来了 领导说你出去 你出去 你今天不能参加会 你想想啊 这一单位这么多人 看着你啊 被轰出去不能参加会 您就迟到三十秒钟 那么 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 对吧 你说我今天出门不顺 钥匙忘带了 又回去取了张钥匙 打车也打不上 然后到这这电梯在底下 半天不上来 不就差这三十秒钟吗 你觉得你特委屈吧 但是从老板 从企业的管理上讲 一点都不委屈 只要你迟到 迟到一分钟 跟迟到十分钟 都是一样的 你觉得你受了这个委屈 你觉得心里很过不去 我告诉你 这种委屈 还就真的不委屈你 你的委屈是假的 你感受到这委屈 根本不是 不是真的委屈 那什么是真的委屈呢 就是这个事真的委屈你了 比如不是你做的错事 领导认为是你的 批评你了 你又说不出来 道不出来的 比如本来是你干的好事 人家挪到别人头上去了 你看着别人受不表扬 你心里就觉得很委屈 这是真委屈 我说的 一个人能承受伪情 才表明你的成熟 说的就是真委屈 假委屈随时都有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啊 在单位经常是多付出 少得到啊 感到心里委屈了 这种事在哪个单位都有 所以人生入职场的第一个阶段 这个指标我告诉你了 你能承受委屈 表明你的成长 一个人能承受委屈 是出入职场的 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一个人素质的高低 不在于你对上面的人有多好 而在于你对你下面的人有多好 你不要到一个单位 你觉得啊 我是一个单位的职员 我来了以后 这单位的有打索卫生的 有端茶倒水的 这都是比我低一等的人 我对他们的态度就 就很不以为然 这肯定是不行的 你千万不要忽略这些人 这些人他其实站在社会最底层 看到最上层的人 每一层的人都是不一样的 他知道谁好谁坏 你对一个人啊 如果能够平等的 平心静气的对待他 你真的不知道后面是怎么回事 我们曾经有一次出行 这个出行呢 是明星云集 有公共公司负责招待 其中呢就有一明星啊 就那架子大啊 觉得人家在背后说他的名字的时候 没有加上老师两个字 人家公共公司有很多人在做事啊 做事就是说张三李四啊 没有说张老师李老师 王老师赵老师 那说的不是啰嗦吗 所以就说张三李四 王二麻子一通说 他一下听见了 叫他名字 说后面没有后缀 没有叫他老师 他不高兴 然后第二天下楼的时候呢 他就故意慢 看人家没有在门口给他拉门 然后他就拼命的跟公共公司的头 告这人的状 告完状以后呢 他还拿手机给人发信息告状 告完状以后 那边对方没反应 他还生气 还到处说去 说这公共公司什么公司 怎么不反呀 就这么个人做这样的事 怎么怎么一通说 他认为这人就是公共公司的小职员 是吧 小职员做事 没把他当事 所以他就很生气 很生气 后来呢 有人告诉他 有人告诉他 说这个 你别招他 说这女孩啊 他爸是你那个金主 给你钱最多那单位的董事长 他一听 这脸就绿了 汗也下来了 说又怎么没人早跟我说呀 你那意思 你要知道他爸爸是董事长 你对他态度就不一样了 你认为他就是一个小职员 那女孩是在国外啊 这个待了很多年 到国内 到这个公共公司来实习的 他不知道 他就以为就是公共公司的一个小工作人员 所以对人家态度极为恶劣 觉得人家没给他拉门了 都不高兴啊 当时我就想啊 如果你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态度 你不应他的社会地位低 你对他的态度就恶劣 你也就没后面的事 为什么呢 你知道每个明星后头很重要的是 得有一金主 这一个大单位每年给你多少钱 才能支撑你能够很优雅的活下去 你平外无故的就得罪一人 而且得罪人是捏你的一个人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所以我老说啊 对下人的态度 是你一个人的真正的素质 那再有呢 就是你到了一个单位啊 不怕吃亏 我们老说吃亏是福 你说我不想得这福 我就不能吃亏 有人说我这辈子就不愿意吃亏 那肯定不行 你到一个单位 你处处觉得沾便宜 你才高兴 你想想别人能对你好吗 所以做事呢 一定要细心 我们老过去说啊 精心做事 大起为人 这要求有点高 我们可以改一下啊 叫精心做事 小心做人 人在一个单位啊 要谨慎小心是很重要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 社会环境中啊 人家不帮你 不可怕 可怕的是别人给你设账 所以你在工作中 一定要不吸力 不吸食 不计较 三不如一啊 我那时候在编辑部 就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吧 啊 就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工作的事 谁也没想到我加班 应该给我加班费 是吧 做什么事 不论多苦多难啊 就只要能有机会去试就是 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嘛 我老说你在这个社会中 要想混得好 首先你脸皮得厚一点 脸皮那么薄 这个事不成 那个事我又求人了啊 都得人家来求你 可能吗 你没有到那份让人求的时刻 对不对 你只有将来你的社会地位提高 你的能力增强 才有人来求你 所有人都来求着你 那除非你是董事长的公子 或者千金 对不对 我觉得啊 一个人到新单位去 一定要试图跟所有人沟通 你在沟通中判断 每个人对你的态度 判断你的态度的时候 你一个人不要过于敏感 有个日本词叫顿感力 日本人爱用 就是很迟钝 你对我不好 我没有明显的感到 你对我 就是你批评我 你一个领导批评我 我自个儿接受这个批评 我并没那么难过 所以这种迟钝的感觉呢 有时候是让你能够迅速成党 让你变得比较坚强 出入职场 你看可要控制的地方非常多 那总体上就要把握这种 不卑不亢的这种精神 要想方设法的 使自己融入一个新的生活 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 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一段时间 肯定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呢 也许啊 就是你可能两年就到了 也可能你五年都无所谓 这个阶段就是你到了这个单位的中层 什么叫中层呢 就是你过去只对上面说话 不对下面说话 下面没人 当你到了一个单位 你不管是有了职务 还是没有职务 去负责一件事情 你处在中间 这时候是最难的 上面有领导 下面有同事 左右啊 都有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由过去的这种单向 变成了多向 过去不是有一个段子说吗 说职场上就三层关系 就像一棵树上的猴子 头子吗 说往上看全是屁股 往下看全是笑脸 左右都是耳目嘛 这说的非常的形象 你到一个单位去 一旦你进入中层 你就处在这么一个关系上 那么这个阶段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难 你要协调所有各方面的关系 那怎么协调呢 我告诉你 俩字 刚才我说了 你接受的是委屈 这时候你要学会妥协 人生啊 要学会妥协 学会妥协 就变得比较成熟 妥协是什么呢 是你看啊 这个我们讲过 雍正皇帝 做皇帝 都是刻了一方章 叫唯军难 就是我当一个一国之君 我都觉得很难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不停的得妥协 他才有这种感受 怎么妥协呢 就是你做事啊 比如我当年在编辑部啊 那编辑部呢 你作为一个编辑 别人也是编辑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者啊 那有的编辑好长时间 发不出稿 着急啊 对不对 那着急怎么办呢 那有时候就是妥协啊 你就说虽然这个搞的差一点 那么也得让他想办法上一篇 你要照顾每个人的工作情绪啊 你说啊 你这不行 排队 你这不行 老这样 那这事关系就越来越僵 对吧 所以这种妥协呢 是你进入一个单位 尤其你负一点责任的时候 一个必要的手段 成为决策者的时候 你一定要学会 也是俩字叫宽容 你站在高处 看下属办事啊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就想你自己在下面 看上面的时候 跟上面看下面 是不一样的 我们原来说过啊 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 对成人的标准 说的很简单 就是学会做人 学会做事 学会相处 学会学习 对不对 过去连皇上都学会 就还要不停的学习 你怎么就不学习呢 那么这里很重要的就是相处 相处我们刚才讲了 你身居低位的时候 你向上怎么相处 你身居中位的时候 你左右怎么相处 上下怎么相处 但你作为一个决策者的时候 你怎么跟下面相处 你带领一个团队 一定要学会一个宽容 你如果不学会宽容 你觉得这个人做事也不成 那个人做事也不成 什么都不行 你就以开人为乐趣的话 那很快 你就是光杆四链 你把人全开了拉倒 我就有一朋友 就是就会开人 什么都不会 自个儿老说自个儿会管理 那单位最后 连开门的都不愿意跟他一块 为什么呀 就是不宽容 做事啊 下属有时候把事情做错了 你要如果能挽回 尽可能挽回 如果不能挽回 总结经验 告诉他 为什么错了 对吧 宽容是给了你下属 一个进步的机会 所以作为决策者 一定要学会宽容 这个宽容一定是非原则的 我们要说清楚啊 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宽容 原则的事情一定不能宽容 我们每个单位 都有原则的事情 对不对 你比如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网络大公司啊 开人甚至报案 就是因为你拿回扣 对不对 你 你伤害公司的利益 这些原则问题 公司一定不会宽容 但是非原则问题 那作为决策者 一定要给下属一个机会 过去有本小说啊 叫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小说本身呢 是一个黑色幽默小说 他这种呢 是拿一个不可实现的军规 来说一件事 但是这个二十二条军规呢 后来就被各种职场上的书啊 给演绎成 比如说西点军校的二十二条军规啊 其实就没有这事啊 这个很多人查过 他没这事 只是中国人杜撰的 但是他杜撰的这二十二条军规 后来又有二十二条山规 二十二条婚规 我就想你结婚又二十二条婚规 这是真真是没法办了 那么西点军校这个二十二条军规中呢 虽然是谣传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地方还是很不错的 第一条就好像凡事立即执行 第二条就是凡事没有借口 我觉得对 你可以在工作说 这个事我做不了 可以说 没有问题 但不能找借口 不能说哎呀 我这个最近身体不舒服啊 这呦 我最近心情不好 这个我老婆的爹得了癌症了 什么就找借口肯定不行 你可以说这个事我真的做不了 说领导我没有这个能力 可以 但绝对不能 不想做 找借口不做 你只要找借口 你的上司一定很清楚 对吧 我们工作中 大部分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待遇 没有一个人嫌自己的工资高 不论你给他开多高的工资 他都觉得不够高 拿工资的人都这种想法 我觉得正常 我碰到过一些公司啊 国际大公司 工资都开得比较高 他这种公司呢 相对比较好管理 但是 他底下的人也不满意 为什么 他横向比较 所以在西方的公司里 互相之间不打听 这个收入 你打听也没人跟你说 我一个朋友 他开的公司 他直接每个人 工资都是他直接跟他谈 你工资是多少 然后就说 你的公司只有两个人知道 一个是你知道 一个是会计知道 没有任何人知道 如果你的工资被其他人知道了 那就是你说出去的 你说出去 你的工作就丢了 所以他们的公司里没有人 打听公司 因为每个人都要这番谈话 就是你公司是保密的 不能让别人知道 不能让别人知道 因为工资之间呢 每个人都觉得 我自己做的多拿的少 觉得那人 那人都 每天我看都不干事 凭什么拿那么多工资 凭什么给他加薪 不给我加薪呢 每个人都觉得自个吃亏 这事真的是没办法 让每个人都满意 所以感觉自己的薪水 这个工资低 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每个人都一样 不管你拿多高的工资 你就算你觉得 我离开这个公司 再也找不到 这么高工资的地方 你也觉得你拿的低 为什么 你跟你左右比吗 那么有一点 就是如果你觉得 你的工资不够高 怎么办呢 你肯定想加薪吧 每个人都想加薪 对吧 加薪这事是一很难的事 因为加薪呢 是老板决定的 不是你决定的 你自己不能决定 给自己加薪吧 那你怎么办呢 我看最近有很多书 还有一些什么公众号 什么忽悠你 是让你跟老板谈 我先告诉你 谈这事 凶多吉少 风险极大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你只要提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 基本上加不成薪 你就需要离开这个地儿了 我认识各种老板 小老板 中老板 大老板 超大老板 没有一个人 因为加薪问题 能谈成 尤其 你想提出加薪 千万不能说这句话 你不给我加薪 我就走了 那你肯定得走 没有一个老板 因为你 威胁他 要挟他 就可以给你加薪 你在一个单位 不论多重要 你毕竟不是老板 所以我不劝你们 跟老板直接谈 尽管今天有很多 公众号 鸡汤文章 告诉你应该跟老板怎么谈 怎么优雅的谈 怎么有技巧的谈 怎么虔诚的谈 全都没用 千万不要提这事 你如果非想提这事 怎么办呢 你得只有一个办法 必须要小心 就是尽可能的迂回 让别人替你说这句话 比如你觉得谁能影响老板 你可以跟他表态 表态 你不一定说 你去帮我替老板说去 你不会 你就是念到呗 北京话叫念秧子 你就不停的念 也许他哪天把话传给老板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就是 你如果觉得 他确实能帮你去说话 你就说 哎呀 我在这这么多年了 我这个很想加点心 也不知道老板考虑没有 也许他就能有机会 跟老板说 但是你一定要判断 这个人把话带到老板那 是什么状态 还要判断这个人 可能不可能把话带到 如果带不到 会起副作用 所以我觉得 在一个单位 你想加薪 你就拼命的 要表现你自己 你一定要做出业绩来 如果一个老板 你做出业绩来 依然不给你加薪 我告诉你 你跟他谈 他就更不给你加薪 那就基本上没戏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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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